消防隊員一到現場 緊急將傷者抬上救護車 實施CPR急救 男子臉部腹部有大量血跡 消防隊表示 男子身上是槍傷 到院時已經沒有心跳 搶救後還是傷重不治 然後那個患者 我就是兩個有頸頭脈 頸頭脈就是沒有頸頭脈 然後我們就趕快做長輩版 然後AED不建議電擊 然後CPR 就這樣一路到了醫院 這起槍擊事件 是發生在苗栗頭份 29歲的學姓男子出門談判 現時請有人載他到公園 談到一半疑似談不攏 一言不合 慘召對方開槍 據了解腹部中兩槍 左肩膀上中一槍 身上至少有三槍 人倒在兩側中間 路人看到趕緊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後 已經為起封鎖線進行採證 現場還留有擊發過的空彈盒 相關證物將一併帶回警局 目前警方表示 已經鎖定一名嫌犯 初步排除是感情問題 其他案情目前還在 釐清當中